一块钱的生化武器与一百亿的生化武器有什么区别 最后一款鬼天灭地 这是一块钱的生化武器 哎呀妈呀 这么湿滑的吗 这是一百块的生化武器 这是一万块的生化武器叫做金爆 也就是搁浅死掉的金鱼爆炸 金鱼时候体内会产生甲烷 氢硫化物以及氨等等气体 金鱼内部的组织腐烂也会产生更多的气体 增加了腹部与肠道的压力 这时候金鱼的身体就像是一颗电视炸弹 随时的有可能发生爆炸 爆炸时放远5公里都能闻到金鱼的石臭味 这是一个亿的生化武器 生物变异毒气 一旦人体吸入在绿色的气体 人体DNA结构将会发生改变 直接变异成蜥怪人 不过这还好不会取人性命 接下来出场的可能是大杀气了 这是十个亿的生化武器 T病毒 T病毒又叫做暴君病毒 拥有无数种不同的毒素 也就是说可以使生物发生无数种变异 这些变异包括烈死者 天使者 暴君等等 偶尔也会出现几个与主角一般的超级变异者 这是一百亿的生化武器 也是真正实实存在过的超级病毒 那就是肆虐人类三千年的天花病毒 天花病毒直接带走了地球五亿人口 人类历史上第一只疫苗就是天花疫苗 如果没有天花疫苗 天花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 肯定还会暴增 感谢小本点如座 超市的生气更烦